来看这个组织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在台湾成立的一个叫做 阿拉伯商协组织 他声称可以帮台湾人去阿拉伯世界投资 沙奥地阿拉伯 阿曼以及纽约 对不起 约旦三国的驻台代表 多次检举这个社团 意思是诈骗 就没想到来 反过来被这个组织控告是妨碍名誉 对此 特别是警局要求驻台大使 必须要到岸说明差一点引爆外造危机 一间2018年在台湾成立的阿拉伯商协组织 负责人是叙利亚裔的韩威尔 声称可以帮台湾人去阿拉伯世界投资 结果驻我国的沙奥地阿拉伯 阿曼以及约旦 合计三国驻台代表 多次检举这个社团疑似诈骗 竟然反遭到商会控告妨害名誉 而北市警局没有查该组织 反过头来竟然要求驻台大使 道案说明差一点引爆外交危机 依照我们双边的政府的协定 要保护他们的外交的豁免权 至于说司法的诉讼事件 我们就尊重司法的程序 显然看起来包含像阿拉伯 他们的驻台代表处 事实上都已经去报案 结果没想到被反告 而我们的警方竟然要求 驻外大使馆的人去跟警方说明 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外交礼儀 还有违反了这个外交相关的法令 我们应该请警方来好地查一下 接近诈骗就是一样 请督网上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